兄弟们既昨天也被溃平局局打出了断绑 随环坦的内心也激开了局势竞赛没有断绑的最后一把 可以看到这么小的拳机场上尖尔冲户这16名敌人 所有在开车竞选过程当中也受到了三段一队敌人的攻击 这部位活命又只能停的防径后面暂逼锋芒了 好在这边防径那是没有敌人存在 可以看到现在局劲晋级成功还觉得这个中四名敌人 这我们原本想着这独外潜抗一把小毒这般又成功晋级了 但是离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把竟然又烧到一队 溃平局局队的制裁 这二话不多下车队人眼里直接有一部气候难家 现在是把他躲在车后一号给引爆担拒击杀 所有他们暗中开国圆不输上 我直接又把他们二号连打逮捕了 紧用了不一会儿攻击就只剩下 最后一门堵狼狼的角度的色色发抖 结果关键就是现在我身上已然是没有半点药品 眼睛只剩中10秒我就直接被系统独圈单杀 你们觉得急剩中10秒我能够创造奇迹吗 特意显然这把奇迹但是没有发生 我这橘胜竞赛最后一把怎么又太可睡了 随后也在历经一部市场高达两个半小时凤凤肤肤 也凭借我这不去不能玩强意志 在这个橘胜竞赛里受验人折磨也直接完成了个帅气三连键 说不知不觉也直接来到橘胜竞赛第四把对决 我们为能够晋级成功也直接选择了独外抗独 但是连我没有想到就是这抗独过程当中 也是碰到刘薇和我们一样的独外抗独仔 这边在二楼也极其清晰的听到他的一楼打药 他突出起来一把偷袭卫生也直接将他打出猝不及防 说郑友们我去打第二名敌人10号 没有了也直接被他支援过来队友放倒在地 不过好在对面也没有选择过来补我 在他解救队友同时我也直接完成了救援 说是好小不叫他前面围墙也再次抓到他们破绽 放到一面过后紧接着我们直接选择队友们发起进攻 把他面对同时系统独圈也直接刷新 这个圈线的百分百无疑就是个跳秒圈了 果然随着圈线刷新带直接挑明最终由于系统独圈刷的实在是过于的快 最终也以第三名成绩直接被系统单杀 不过好在第四把也有进攻权禁忌成功 所以我也再次开启了紧张刺激最后一把对决 1910这么小的圈线场上竟然从这24名敌人 再加上这个决定权是一个纠级大群员 没有办法这波又只能选择抵到圈里唯一一处防区了 刚落地的时候原本以为这边防区但是没有敌人 可是没想到等到2号上楼的时候 好在这波我支援能力足够的快 也是没有给对面这个溜子一个连打逮捕的时间 最后也抓到他荒诞间心一个图词急救将他放倒在地 所以我看到他爬出来说此急救将他们连打逮捕 正当我以为我怎么站到一边防区就可以顺利进击死 没想到我队友间接二连三全部倒下 所以我这防区里面也接受到一波拿着人造轰炸区制裁 现在我为了黄迷又只能拼命分野来遮挡周围敌人的视野了 但是依旧没有挡住周围敌人对我手雷投 这波我原本想急救一下我几乘的4号 但是没想到对面被我破门而入也直接将我点燃了 这队友就不成了现在就几乘为一人狗活 可以看到现在居民敌敌还预待掉最后4名敌人 但是不过好在这部系统也直接减6个圈中心 但是没人我的好运多加一点 一转头我就直接受到一顿满边的攻击 这边我原本想着给他斩这部极限拉扯一穿刺 但是可是到了真正破练时刻 这他给我躲下掉我弄他直接出现一场 在一瞬之间也直接被对面连打待捕 这场我以后最后一把要自己破碎的时候 没想到最后接着出现了自己的成果 也有机会险帮助直播间新闻粉丝拿来爵士王牌成果